為社會不公 打正事不義 我是黃志賢 我是馬前惠 歡迎收看夜問打拳 台風天 當中南部水淹成一片 台風天 蔡英文到救災應變中心 致死兩分鐘念稿 轉身走人 結果他在忙什麼 他在忙著寫出一片 要大家立抗中國壓力 今天我們會好好幫你解密 到底是台灣夜障重 還是我們眼睛夜障重 中南部水淹成一片 台南水鄉澤國 結果蔡英文大力稱讚賴清德 好會治水 我已經連續兩天問彭文正先生 你為什麼不敢跟我辯論 你敢不敢跟我辯論 你敢不敢跟我辯論 第三天 彭文正 你為什麼不敢跟我辯論 你到底是在怕什麼 你不是台灣第一勇 你不是支持要台獨建國嗎 你為什麼不敢跟我 就兩岸來辯論 不要走 聽說 先會 要說了 先來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歡迎政治評論員董俊森 大家晚安 以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資深媒體人鄭施誠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我過不照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新黨新思維中心主任侯漢廷 主持人好 各位晚安 台風天 蔡英文心裡面 不是在想災民 不是在想在被土石流淹了 小老百姓 她心裡想的是台獨 心裡想的是民進黨的權利 心裡想的是民進黨的位子 千惠 告訴我們 蔡英文到底寫了什麼話 好 台風天洋洋灑灑 蔡英文親筆信寫了1500字 那麼當然內容提到了很多 包括創黨價值 還有承擔的責任等等 不過我們來看到 提到最重要的就是 接下來要把台灣和大陸 這兩岸關係帶上何處 重點來看到了 他其中提到 蔡英文似乎硬起來了 他說我們要立抗中國壓力 發展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但這話是他說的 台灣走上國際之路 是不是處處碰壁 因為就擺在眼前 先來看到美國方面的態度 很清楚明白了 國務院的立場是 重申美國長期的一貫立場 而且希望台北和北京當局 進行建設性對話 好 我們時間回到9月27號 來看到在聯合國的大會總辯論 那麼我們也看到了 22個邦交國當中 當然有幫台灣講話 但是跟去年比起來 掃了三個國家 好 越來越多國家噤聲了 以及9月29號 愛爾蘭的媒體就報導了 愛爾蘭外交部 要求他們政府官員 因為台灣國慶慶祝活動快到了 不要參加任何活動 以免造成中國的不滿 這話說得清楚明白 好 但是外交部長李大維說 不是只有今年這樣 其實在10年前就已經這樣 過往就是如此 沒有 其實之前都有參加 而且我們找到了2014年 參加國慶酒會的報導 好 9月29號 我們來看到這是關於 I-CARE國際民航組織 台灣沒有受邀之外 包括這些和台灣 友誼身後的友邦參加了 但是巴拉圭駐加拿大大使就說 他一進場就已經先被告知 不能提到台灣 要不然麥克風會被消音 好 當然我方的外交人士 也證實了 的確 如果你要幫台灣說話的話 必須要拐彎抹角 所以我再次請問我們的 蔡英文總統 你說台灣要走出去 我們要發展對外關係 如何發展 蔡英文到底是要發展 什麼樣的關係 他真正要發展的是 台獨建國的關係 跟民進黨拿到權力 永久執政的關係 蔡英文說 他要對大陸立抗到底 關鍵字是什麼 對大陸 依照蔡英文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當行政院副院長 他主導的兩岸關係條例 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我們不能稱大陸叫做大陸 我們要稱大陸叫大陸 更可怕的是 他說就算憲政體制的羈絆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大法 總統就職是首按著憲法 對憲法效忠的 他把憲法當作羈絆 他想幹嘛 他到底想幹嘛 難怪他會有所有 無法無天的作為 永平 首先我覺得在台風業 大家台灣有相當多的人 還在受災當中 突然看到蔡英文這封信 晴天霹靂 我覺得真的對台灣來說 這個9月底非常的難過 就不只有風災 還有這種政治上的 我們自己的領導人 所創造出來 對於未來可能不可預測的 一個災難 蔡英文他一路走來 你並沒有被證明是 他是一個務實派的立場過 他從一開始進入政壇 大家注意到他 他就是協助李登輝 作為兩國論的起草者 在陳水扁時代 擔任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是極力的用各種的方式 阻礙跟大陸 比較正常的通商通行 往來的種種的行為 所以你今天實在很難相信說 他在選前為了要騙選票 所以講出什麼維持現狀 那時候還很多人真的 被他華麗的死早所迷惑 但是你再怎麼樣 對他有所期待 歷經了他剛剛當選 到520就職 到海基會董事長出現 到這個現在 之前又有人在期待 10月10號的國慶日 我看也不用期待了 今天的9月30號 給民進黨黨員的一封信 這個才是蔡英文的真面目 這個所謂真面目 就是叫他的True Color 就是說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他都有他的真實的本色 真實的本色就是蔡英文 講的這個話 對岸跟我們是不同國的 對岸叫做中國 這個不同國的情況 他現在所有我們國際空間 各方面都打壓 所以要立抗中國 只是你立抗的結果 你如果找不出來 洪荒之力的廟方 那個結果就是台灣 更加悲慘而已 如果你的廟方是違抗了 世界上的所有的物理定律 定律的話 你即使有洪荒之力 也沒有用 千惠 為了要搞台獨 為了要拍蔡英文的馬屁 李大維可以公然說謊 告訴我們你找到的資料 沒錯 我們剛剛就已經提到了 李大維說事實上 駐愛爾蘭代表處 事實上愛爾蘭方面 是從來都沒有參加過 國慶慶祝活動 可當場打臉 因為2014年的 103年國慶酒會 我們看到了 當時包括了各界150多人 愛爾蘭國會議員 政府官員商界學界等等 還有有照片為證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當中是 當時駐愛爾蘭的曾後人代表他 那麼以及大家可以看得到 包括這兩位是司法部長 還有愛爾蘭的移民署長 所以明明就有參加 所以可以說是過去這多年來 明明就有 所以當為了政治的利益的時候 說謊 說謊是必然而且應該的事情 對他們來講 I care 現在不能夠去了 為什麼2013年的時候 馬英九經過五年努力可以去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到底有什麼錯 到底錯在哪裡 什麼叫做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是美國政府 永遠任何總統 當任何美國總統 他都必須要honor的 這裡面講了 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 兩邊的所有中國人 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對這個立場怎麼樣 不提出異議 所以他將來 不會再賣武器給台灣 而且會逐漸減少 一個中國 本來就是我們的憲法 本來就是我們的法律 大陸也承認 我們也承認 美國也承認 到底哪裡錯 漢庭 他說要立抗中國的打壓跟壓力 其實從過去來 到底有什麼壓力 也沒有 大陸不過就是很簡單 要求台灣接受九二共識而已 兩岸之間承認九二共識 就好像商業做合作 談了一個契約 而所有的一切的利益 跟兩岸利多 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今天台灣片面毀約 而上面這些東西 之所以沒有掉下來 完全是大陸一手在支撐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大陸願意的話 台灣八成的水果出口到大陸 大陸可不可以完全中斷 台灣許多的中小企業出口到大陸 大陸可不可以完全片面中斷 可以 大陸有沒有這麼做 沒有 我們再來看 今年五月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去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 可以 大陸可不可以阻止 也可以阻止 但沒有阻止 蔡英文還說 中華台北的名稱 沒有矮化 所以誰來打壓 一樣 六月的時候 蔡英文出訪巴拿馬 大陸有沒有能力阻止 也有能力阻止 他可不可以要求巴拿馬 馬上就跟中共來建交 不要跟我們中華民國來建交 也可以 但大陸也沒有這麼做 同樣的在七月 熊三飛彈事件 陸克火燒車事件 大陸理論上 都可以用很強硬的態度跟言辭 來痛斥民進黨政府 大陸有沒有這麼做 沒有 所以大陸的壓力到底在哪裡 其實都是很多政客 他去幻想跟吹噓製造出來 告訴台灣民眾 你看大陸好邪惡好可怕 你們要投給我 支持我 讓我才能夠跟你們一起去 對抗大陸 實際上到底要對抗什麼 對外要求的 只不過是符合我們憲法所講的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 而看他所講的這個內容 更是荒謬 他說我們要擺脫 對大陸的過度依賴 這其實是對經濟學的 完全不懂 我們會發現台灣很多東西 都出口到大陸 看似很可怕 其實不是 這是整個四角貿易 也就是說日本出口一些 這些核心的原物料 給台灣跟南韓來加工 出口到大陸做成產品 最後再出口到美國 所以這是國際的 分工產業鏈決定的 不是什麼政治力的決定 並不是說我們出口東西到大陸 好像就是被大陸控制了 因為大陸其實也在被 美國跟歐洲的市場所控制 這是整個經濟的體系 如果今天我們要擺脫 這樣的依賴的話 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經濟走不出去 自尋死路 台灣到底是要走自己的路 還是要走一條死路 今天中南部的漁民 農民 全部都哀嚎成一片 鄭元兄 獄警農會總幹事 水果南向是傻話 東南亞國家人均低於台灣 種類產量比台灣多 你是要賣給鬼嗎 對 謝龍介說 農漁業被綠營趕盡殺絕 然後賈南向是真反中 農漁業的損失 根本失去競爭力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真相 然後他繼續給你馬殺雞 這個我要嚴厲譴責農漁民 是 你們為什麼不會去學 蔡英文炒地皮 為什麼要做農漁業 他農地不能炒 蔡英文都會炒地皮 教你們怎麼炒地皮 你們內文變更地木 他爸爸有沒有 對啊 他都會 你們怎麼沒有學到 對 他應該去選總統 農民不會變更地木 應該怪自己 再來 連現在公開講 中華民國憲法是一種羈絆 太文綿文的 太有學問 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我蔡英文的脫油瓶 聽懂了沒有 這是白話文 人家都已經中華民國憲法 是脫油瓶 我為什麼要去遵守 我當然跳開來 管你什麼一宗 兩宗 跟我什麼關係 我現在已經豁出去了 我建議也誠懇的呼籲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明天馬上在立法院提出一個條例 禁止對大陸貿易條例 這個條例只要通過 跟黨產條例一樣 誰賣東西到大陸 一概抓起來清查財產 然後誰跟大陸進口後 從此我們跟大陸完全不進口後 然後過去從大陸賺到的利潤 一年八百一年間而已 視為不當的獲利 先把它凍結對不對 像是不是波和民進黨 對 波和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波和庭我們這位小兄弟 太有學問 還跟他講什麼三角四角 我們哪看得到 我們只看到兩岸對不對 開始要立抗 看到這邊來這邊去 你講的他們聽不懂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麼勇敢的總統 我們哪能不支持呢 而且是台灣很多地方淹水 很多地方颱風還要復原 他這個在裡面 四里行家好像一句話都沒提 沒有 好像跟民進黨30週年慶 民進黨也不用 對災民表達一點關心 他只要關心什麼 習近平權多很大 我要跟他比一比 萬一我比贏 我就是民主的偉人 世界的救星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口號 怎麼可以不跟他走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民進黨黨員 看到蔡英文這封信 一定都要臨表涕氣不知所云 董哥 我請問你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 民主共和國 我們有憲法 他居然說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哪一個國家領導人敢說 憲政體制是羈絆 光這一句話就可以違憲 告他違憲 總統要給我下來 他說 人民在意的是 我如何在這個體制之中 領導國家往前走 管你咧 董哥 對 我覺得蔡英文 他現在是有點抓狂 因為他執政這四個多月來 不但內政不行 而且眼前所見到處淹水 你知道他寫這個時候是 台灣正滿目瘡儀 然後到處在淹水 然後老百姓都在罵 網路一邊幹嚇 那他在這種心情下寫這個 他覺得很無奈 他拍出去在國外 最丟臉的 是在加拿大的蒙特羅 那些人ICLO進不去 然後守在門口 然後完全束手無策 幫交國答應他幫忙講話的 數目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點抓狂 有點很生氣 所以我那一天 就是去防災中心的時候 一個臉臭臭的 練兩分鐘被人家講放閃 其實所有那些東西就是 形成了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有什麼作用 第一個 口口聲聲聲聲中國 過去都稱大陸 520還稱大陸 現在稱中國就是說 我要跟你撕破臉 你既然不理我 那要怎麼樣 有點以死相逼的味道 你不要逼我走捷徑 現在就是這樣 要不要穿紅衣服 要不要穿紅衣服 就有點這個 他這個緩衝其實是什麼時候 因為10月10號 國慶 我不管他承不承認 中華民國國慶 那一天他到底要有一篇文告的 就是說這個時間 我給大陸你一個時間 我現在講這樣了 我已經用來逼你了 但是大陸絕對不會有新的行動 不會有行動的話 就是說我有緣在先 所以復興的人是你 不是我 他要表現這個味道 在颱風夜的時候那是天災 那麼大的颱風 很慘 尤其中南部 可是我們一個人寫動物的總統 竟然可以寫下 1500字的台獨宣言 我講重點是 沒有一個國家領袖 中華民國的總統敢講 我們都談一宗憲法 或是兩岸關係條例 就是大陸地區 大陸這是比較通稱 他談大陸 就是實踐他兩國論 他以前只是幕僚 在1995 96 李登輝到康南委 他幫他手寫 現在自己當總統自己幹 兩國論有多危險 後來1999人乾脆出書算了 1995 96年 東北 西南都射飛彈 是民國47年 古陵頭大戰 炮戰之後的戰爭狀態 你今天要自己把台灣 導向戰爭嗎 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而且他很壞 我比喻他是慈禧太后 然後大陸他把他比喻成 八國聯軍 神功護體白連教你知道嗎 就瘋了這些人 你以為你是誰 你還真的要跟老共幹嗎 而且非常可惡的是 除了具體實踐以外 他心裡沒有國家 2300萬人民 甚至沒有民治黨的前途 他只在乎後面的追兵 叫森綠 郭寬明的那些人 扶持著要幹掉他的 一個閩南籍男性 現在的台南市長 是不是賴清德 賴清德還擺明要選新北市長 站穩了腳跟以後有了根據地 要跟你搶2020的提名權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他往深入靠 一 他的信仰 二 他要保住2020的追兵 叫賴清德 他一定要管你國家王不王 管你怎樣 他一定要取得民進黨的提名連任 這他的心思 我一定要把他點出來 他講這個話 是他的真心話 卻是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人民生命才能的大冒險 我們要嚴重的譴責他 到這個時候 台灣淹成一片的時候 他在寫這篇文章 他到底是在幹什麼 施誠 所以這一陣子釋出來 那一天520演說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自己證實了 520那天是我放屁 我直接這樣講 為什麼 520記不記得 各位都記得 他裡面非常重要的演說 為了怕兩岸之間發生問題 所以說兩岸依照兩項 第一個 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不是 有 請問一下 不是自己說的嗎 然後才幾天就變成 憲政體制式羈絆 都是你在說的 他在威脅說他要修憲 莫名其妙 然後我再講 我再講 我再講今天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抵抗中國 然後你知道嗎 張曉月附和我們總統的說法 他說他模仿侏羅紀公園說 生命他是會找到出路的 怎麼你在演侏羅紀公園 第五集豬八戒公園嗎 各位 剛剛這個之前講到 獄錦農會的總幹事黃澄清 他說在南亞的水果 第一個天氣比我們好 第二個比我們便宜 然後他還講到歐洲 他說我們水果不耐放 運到歐洲去整個暖夜之後 不可以吃的 我再講你要去跟歐洲 或南方發展經濟 完全是夢想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只要你提到 現在蔡英文政府提到那些 所謂的南向國家 都有大陸在那邊 做一些基礎建設 你哪一個地方能夠 不受中國的影響 我再第二個我講歐洲 各位 9月7號 這個青藏鐵路 這個第一輛貨車 從青海的西寧市 一直開到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 我們什麼南向東向西向北向 亂七八糟向 整個的地球 都在大陸的影響之下 你怎麼辦 民進黨怎麼辦 他真正要辦的事情 跟兩岸沒有關係 他真正要處理的是 自己的權利 我其實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我可以預料 蔡英文絕對不會承認 九二共識 為什麼我可以預料 他其實要做他的建國藍圖 六招 很清楚六招 哪六招 第一招 對國民黨斬草除根 第二招 對文化台獨速度要加快 第三招 擴大他的勝率基本盤 因為率本來就勝率比較多 他要繼續擴大 再來加速對國家資源的贊取 奪取跟掠奪 台電要把它分割分屍了 給財團 好 司法一條龍 你看 從起訴到審判到大法官 全部抓在手裡 不當黨產條例 孤立雄一個人 可以取代所有的功能 比法官還大 現在還對個案關說 對 對 郭瑤琦的個案 總統公然關說 這是在告什麼 殺雞儆猴 立威 媒體 媒體很重要 洪文正 你為什麼不敢跟我辯論 請你告訴我 蔡公 你為什麼不敢跟我辯論 你只會幫蔡英文 搖琦吶喊嗎 台灣有很多人很奇怪 綠營的同路人 他可以在媒體上 做哪些事情 他可以栽贓 他可以抹黑 他可以護航自己人 他可以講很多假歷史 他可以用下流的方法 去做很多事 比如說彭文正 他曾經做了一個 非常下流的事 等一下我告訴大家 然後陳允賢 不是拍了一張 馬英九不雅的照片 然後到處傳播嗎 這就是他們招式 他說什麼 周美清是門神 結果然後說 趙鋒幫國民黨洗錢 現在沒有 有沒有人道歉 下台 不要上節目了 這個如果發生在國外 在美國 在歐洲 在日本 這些媒體人 早就沒有電視台 可以讓他們上台 因為你不斷的摘張 別人都是假的 說連勝文 竊聽柯文哲 這不是姚立民講的嗎 姚立民從頭到尾到今天 有沒有道歉 有沒有挑戰自己錯誤 說紅袖住文憑是假的 彭文哲你不是說很多次嗎 結果抹黑別人 說別人是紅色資本家 然後說中央只補助台北 護航自己人 說郭瑤琦是冤枉的 彭文哲你不是說 阿扁哪有貪污嗎 彭文哲 你為什麼不敢跟黃志賢辯論 別走好大 別走 對 一毒 只要台毒就遮擺醜 就他只要擺在台毒 這個大帽子下面 幹什麼醜事他都可以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風隙 為什麼民進黨可以這麼囂張 民進黨它採取一種策略 我們常常會講 有一個俗話說 女生如果皮膚白白的 叫一白遮擺醜 像我們馬千惠 就是非常漂亮的女士對不對 民進黨採取什麼策略 就叫做一毒 只要台毒就遮擺醜 就他只要擺在台毒 這個大帽子下面 幹什麼醜事他都可以 譬如說現在鬧得很大的 就是民視的新老闆 520後才上任的郭貝宏 郭貝宏上來 把他的醜事揭發的 也不是別人 就是對於整個民視 立下汗馬功勞的陳剛信 陳剛信氣到不行 直接說 我為什麼反對你做董事長 就是因為沒有利益迴避 為什麼沒有利益迴避 因為郭貝宏是包民視的 大樓的工程的人 他包了這個工程的人 他又來做董事長 等於自己利益在輸送 把那個民視的股東置於何地 所以陳剛信非常的不高興 把這些事情的醜事都曝光 按照正常狀況 他們現在是執政的 然後這又是媒體很大的醜聞 這是什麼就是我講的 一毒遮白醜 就是只要就像陳水扁 陳水扁就是最大的案例 只要趕快去主張台獨 一邊一國貪污的 也變成叫沒有貪污 然後什麼司法辦案 你最好特徵組也給他裁掉 然後所有的事情都是冤屈的 現在台灣就變成這樣的情況 台獨不僅帶來了 戰爭兩岸衝突的危險 台獨還使得台灣的弊案 在這裡頭搞爛屋的人 通通都得到保護 都不能夠曝光在陽光下 所以只要台獨 只要顏色對了 我怎麼下流都可以嗎 我們台灣什麼時候會變成 墮落到這樣子的田地 我真的很難過的是當時 當彭文正在主持一個節目的時候 公然作為主持人 他公然Cue了這樣一個電視牆 請注意 這是一個電視牆 這是截圖的電視畫面 這是蘋果日報的一篇報導 主持人叫彭文正跟李靚玉 他Cue了這張電視牆 用馬英九 金普聰 郝龍斌 吳敦毅跟朱立倫的姓名 然後用一個很下流的諧音 然後用這樣來引以為樂 你是要增加下流的收視率 還是要增加你自己 更下流的墮落呢 可是這樣子的人 彭文正不是一個人而已 而是我們台灣 有越來越多的彭文正們 因為你靠下流的手段 因為你不在乎自己的品格 所以你可以有榮華富貴 所以你可以有金錢地位 這樣子的作為 改在全世界哪一個民主國家 可以承認 可以被接受的 漢婷 論語說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時焉 所以君子勿居下流 也就是說當這個人 他犯錯的時候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彭文正這樣胡說八道 大家都看得到 一個自甘以下流為樂的人 必然他本身就是個下流的人 好 為什麼這麼說 他的言論他說 只要在大陸大陸有投資 就是紅色資本家 就有可能會在台灣 成為中國在台灣的 傳聲筒跟代言人 這種言論太荒謬 他先前講說 你看有一個這個集團 然後他這個集團的老闆 叫蕭文格 蕭文格的這個老爸 他是什麼解放軍的 所以這整個集團 都有解放軍色彩 這種荒謬的言論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有個叫萬達集團 就是全世界地產大亨 最有名的一個企業 也有包含很多的影視產業娛樂 轉播體育賽事 他的創辦人老闆 也是共產黨黨員 那麼是不是以後 這個所有的飯店 然後所有的體育賽 都不要轉播了 因為裡面通通都有 共產黨背景 阿里巴巴裡面有個股東 叫陳小魯 他的老爸也是解放軍的 那麼是不是阿里巴巴旗下的 天貓 淘寶 全部都是有解放軍的色彩 完蛋 很多台灣的產業跟企業 也都有跟淘寶跟天貓合作 大家都要被解放軍給控制了 而彭文正治理講這種話 不僅是害到自家民視 我們說過民視也非常多 跟大陸有這種兩岸的 經貿往來的合作 民視的 我們現在講 陳剛信 就是把台灣的 把他的這個一堆的電視劇 賣給大陸 而更不用說 新任的董事長怎麼樣 郭貝成 郭貝宏 郭貝宏 民視的幾任董事長 郭貝宏這個部分 他先前就是一個 閉案主角被判逃稅 而且是已經法院判定 有罪的一個部分 而先前一個董事長 叫做田在庭 田在庭他先前在嘉義市 幫突醒者來輔選 他講說 現在的媒體都很不中立 我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要跳脫媒體中立 我要來幫突醒者 為台灣獨立加油 講這種自打嘴巴的話 所以彭文正在一方面 攻擊別人的時候 其實都忘記了 他怎麼這麼做 其實都是在攻擊到 自己的東家跟自己的老闆 最後如果這些言論 大陸人民看不過去的時候 損失的還是他自己 鄭元兄 對於蔡英文下面 努力扶持護航蔡英文的媒體 他的手法 你非常的點滴在心頭 我剛剛念的很多例子 你都親身在裡面 而且是被害人 但是他習慣 所以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 要小心 他當然會養一堆人 什麼彭文正 黃國昌 什麼紅色的人 我到現在為止 我這個國民黨員 還沒有去中國大陸 賺過一毛錢 人家黃國昌 都已經到中國大陸 印了一本書 還收了人家版費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黃國昌就是什麼 紅色出版家 紅色學者 對不對 他有拿人民幣 對不對 而且為了中國大陸 他還要把內容都改得沒有關係 不是時代力量 紅色力量 林長左就是紅色資本家的兒子 對 喝紅色奶水長大 原來他們才是鄭洪喜 林家龍呢 林家龍更不用講 他的岳父是齊美的董事長 齊美在大陸蓋那麼多工廠 所以林家龍有那麼多錢 花一下老婆給他 老婆錢哪裡來 是他老婆的爸爸給的 他老婆爸爸錢哪裡來 是習近平給的 對不對 其實蔡英文 你講得很清楚 蔡英文家族 有沒有跟大陸的事業投資有往來 我覺得要查一查 我相信不可能避免的 彭文正出來介紹 好大賣照 董哥 彭文正你們這樣虧他 他是蔡英文指定國宴的 司儀主持人 對 那天吃飯的時候 對 對啊 是他在主持 因為他跑去講說陳水扁沒罪 對 所以你看 他是很受小英總統的寵愛 彭文正 你看他最近的表現 方腔左板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各地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都有網路 台風什麼回事 國際情況怎麼回事 人民為什麼上街頭去反破圈 為什麼旅遊業者 這些東西你都攔不掉了 即使多數的媒體 都親民進黨 可是你在網路上流傳 這些東西大家都是可以 親友間互相傳 你看到的就是台灣的 最真實的情況 你就看到破圈的人 這就為了會長出來哭訴 我支持民進黨37年 從黨外支持現在 為什麼我的房子被拆 這個跟剛剛志賢所講那個人 一舉同空之妙 民進黨現在都在迫害 過去那些人間最底層的 那些過去死中挺他們的人 但是我們看到蔡英文 他是冷血的 看到這些人幫他圖字謀文 都有位子 他們都在搶位子 他們現在要搶彭淮蘭的位子 他們現在要搶 王永慶台化的土地 他不是真的說我是環保 他是要拉塊地 這些人嘴巴都講很好聽 可是無所不用其極 他要國民黨的錢 對不對 現在破壞國民黨 所以這些人你看到了 就是能夠幫民進黨 圖字謀文的人 通通有賞 我剛剛那個詠萍講了 為什麼陳剛性那麼憤怒 陳剛性 民視今天能夠賺錢 所有電視台最賺錢是民視 就是靠陳剛性 完全是靠陳剛性 陳剛性把很多袋子 拿去大陸賣之外 可是他賺那麼多錢 他還被迫離開為什麼 他說我過去經過兩個董事長 我是總經理 過去蔡同龍 有沒有在我們民視包工程 沒有 田在庭有沒有在民視包工程 沒有 他的親戚也沒有 可是郭貝宏 你包了工程以後 就來幹民視董事長 然後你自己驗說自己的工程 有沒有利益迴避 他講得最清楚 千惠告訴我們 蔡英文對民進黨員的公開性裡面 他還透露了什麼樣子 是他在乎的下一步 除了剛剛在座各位來賓所提到的 就是在這個 小英總統親秉性裡面 隱含了台獨宣言的玄外之音之外 其實也讓我們聯想到了 是不是執政團隊要重新整對 他提到了 接下來我們會再次整理協調 還有整合決策機制 人民期待是強而有力的領導 這是我的責任 就算憲政體制羈絆 還是很清楚的知道 是我在領導國家團隊向前行 好 所以我們不禁要問 這個伏筆就是 難不成內閣要改組 而且蔡英文她要自己跳下來 直接管事嗎 好 那麼另外 我們看到了在這封信裡面 這些事蔡總統也很在乎 提到了增加對勞工的保障 還有提到了趙鋒案 以及年金改革 不是要挑起對立 而是要共同走向改革 話說得很漂亮 也很有想法 但是方法在哪裡 到最後會不會再一次流於空心菜 大家都誤會蔡英文 我們已經這麼 這麼長久以來 我們看蔡英文 她真的不是空心菜 她在乎的事情 她速度都很快 效率很高 然後見急舉急 她不在乎的事情 她就是給你念稿兩分鐘 我們看她講說 接下來我必須要再一次整理協調 林全看到這一段會被刺 會刺吧 然後她動不動就是改革 記不記得 她國民黨的預算 已經執行一半了 然後她還說 這是原民的轉型正義 也是改革 然後她要動司法 要介入司法 她就說是司法改革 注意 人民期待的是強而有力的領導 但是人民並沒有期待強人 可是蔡英文想要做強人 她在乎趙鋒案顯示出 監理能力不足是什麼意思 趙鋒金 財政部長 是不是要換人了 年金改革是全民期待 可是那些10萬人 上街頭的人的呼應呼求 她在乎嗎 永平 蔡英文的問題 過去選前你可以說她空心菜 可是我覺得選後 至少現在民調 連綠營的民調都一直做出來 她已經面對死亡交叉了 已經狀況很糟了 主要是因為她已經變成了一個 空化菜 就是說她說的話都照樣 說得很漂亮 說得很好聽 當然她念稿子的時候很無神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那些辭早 作文 寫得還可以 可是問題是沒有用 你漂亮話講多了 人家要看你行動 可是你每一個行動 你都跟你承諾的相反 譬如說你正式勞工議題 請問為什麼我們928的那個 放假還那麼奇怪 因為就是你應該要有的勞工 你當時承諾的兩天假 你去弄個什麼一例一休什麼 到今天也沒有解決的方案 那年金 你說年金它不是要搞對立 是要解決問題 可是這個對立不就是因為 你去設置那個年金委員會 網路直播那個場子 就好像大家一個公開的競技場 然後把大家往那個羅馬競技場 裡面你死我活著在那邊打嗎 不是把對立升高的就是你嗎 跟獨派講說 我是站在你這邊的 我是要對抗中國的 你們不要再扯我後腿了 拜託獨派你閉嘴 所以今天他講這些事情 我認為這些空話 大家現在民眾百姓眼睛雪亮 已經看穿他了 不是重點 整個這個930給民進黨 黨員一席化的重點 就是對獨派書誠 跟獨派講說 我是站在你這邊的 我是要對抗中國的 你們不要再扯我後腿了 拜託獨派你閉嘴吧 我覺得9月30號講的 就是這個道理而已 沒錯 我們今天所有的來賓 都已經幫我們翻譯了 蔡英文的新來位 就是很簡單 這是我的建國藍圖 我就是要搞態度 但是我還是需要中華民國 這一張皮 台灣指標民調 9月30號公布最新民調 它是一個偏綠的一個民調公司 但是他做出來的 對於信任蔡總統的 已經跌到46.5 然後不信任的已經到36.5 注意他是偏綠的 偏民進黨的民調 做出來的還是這個樣子 那蔡英文究竟在忙什麼 9月13號你看 他公然以總統之尊 用總統府的信奸 去介入郭瑤琦的司法個案 看到這樣一封信 檢查總長該怎麼辦 鍾小平議員 該下台了 就因為他一條龍 不要坐了之前 我覺得嚴大盒之前 我覺得張曉悅 我們藍營出身培養的人 不要說藍營出身 都走吧 不要那麼愛做官 那個張曉悅好愛做官 很愛做 你講不過 在中英科我就講老男男 我就回向中英科 你們連老男男都沒有 我們也呼籲老男男都不要坐了 有一點骨氣 都下台了這些部長 這些高官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它分兩種 它一個叫空心菜 是有植物病蟲害的空心菜 在內政上 你看他講很多空話 你以為雙琴雙琳 林青霞 這次林鳳叫他們演電影 你以為你是憤青還是知青 你要實實在在幹活 要有政策 要有治理的能力 我隨便舉幾個 他改革絕不忠 我講他的口頭禪 然後我要再想想 你看他的貓都叫蔡翔翔 第三個 人民的最大公約數 生命自然有出處 張曉悅講的 人民的聲音我聽到了 然後呢 然後很苦 台灣的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要做兩件事 一言以蔽之 一 要像馬英九那樣 創造和平繁榮 我又賺你一年七八百億的 美金的貿易順暢 我還可以跟你往來 我還可以更 你表你的中華民國國 我表了中華民國 這就是很厲害的總統 內政分配正義救台灣 把中產階級低薪救起來 中小企業的獲利救起來 而打壓一些土地財團 都沒做 然後再回來 可是他在國家體制 他就是從空軍賽變成大藤條 來鞭策人民 讓人民陷於危難之中 你看 他一步一步的 剛才蔡委員講得好 我們兩個共同的看法是 一千五百知識台獨宣言 而且他提到中 直接講中國 那就是兩國論 那很清楚 你看阿彬走了兩年 才走一邊一國的路子 他今天上台才100天 就搞一邊一國 國家還是陷於危難的 而且你國家的尊嚴 他頭腦不清楚 他一直去靠美國 美國這個國家只有國家利益 而且817公報 證明是一國中國原則 你以為你弄兩國論 他會派跟柯林頓一樣 下一個總統再派韓國 我們去保護你 沒那回事 把國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國家尊嚴太平島 把國家這樣踐踏 然後清美日 把人民的生活 國家的秘密變成太平間 這樣的總統 我們要嚴厲的譴責他 請他踩剎車 不要搞這種義和團危險的遊戲 會出事的國家 蔡英文要發出動員令 要大家立抗中國壓力 對不起 我們老百姓 我們要如何立抗蔡英文 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枷鎖 看一看這次颱風 蔡英文她到底看到 淹水淹成那樣 她到底講什麼話 我們聽 我們台南市市長 那麼在這一次 我們看到了在過去治水的成績 是減輕了這一次 淹水的面積跟災害的範圍 我不是覺得生氣 我是覺得悲哀 怎麼會這樣子 說讚美賴清德 其實你知道每一次颱風要來之前 我們都會把人灑到南部現場 而且提前就可以知道 要灑到哪些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 每次颱風大雨必淹水 淹成這麼慘 我們看到梅基颱風 都已經走了三天 可是台南都還在淹 那麼而且學校淹水了 學童到現場了 才發現說原來停課了 怎麼會這樣 因為一大早7點多才通知 那麼同時蔡英文也去台南勘摘 不過他眼中看到的台南 跟我們看到的台南 好像是兩個世界 他聖戰蔡賴清德治水有功 怎麼會治水有功 都已經淹成了東方威尼斯了 那麼在高雄一樣也是淹很慘 那麼民眾也就是說 不是已經有抽水戰了嗎 為什麼還淹得這麼嚴重 那麼高雄市長陳菊花媽 也動怒生氣了 他說以後要這個抽水戰 把這個計畫公開說明 但對我們來說 公不公開不是重點 重點是10年了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治水成效 我們事實上 發現這些南部的縣市政府 其實也跟中央拿了錢 也花了錢 尤其8年治水預算 一路追加到1160億 其中台南市的169.9億拿最多 可是最後我們看到的是 還在淹 這場淹水噩夢 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有人在乎嗎 我們在乎 老百姓在乎 民進黨有人在乎嗎 我們昨天在討論民進黨 最在乎的是現在 那些位置誰要去 我要去哪些位置 還有什麼位置給我分 而蔡英文在那邊寫台獨宣言 鄭元兄 我真的覺得 我老百姓這麼傻傻 為什麼都不會生氣 有記得當時 國民黨還在執政 馬英九還在執政的時候 那麼中南部很多縣市所長 都是綠營的 民進黨籍的 他來立法院說 要求鞭8年多少億 剛開始是8年800億 後來一直追加到現在的 1160億 他們說只要你們給我這個錢 我們保證以後就不淹水 好啦 那現在看看 治水績效還不錯 因為台南市沒有全部都淹光 還有劉布那個乾的 所以有水片 有漢田 沒有變亞特蘭提斯 我們只能讓自我解嘲 還是威尼斯而已 而且淹得這麼厲害 總統去視察 剛好就去那個沒有淹的地方 一看好開心 這個地方沒有淹 賴清德治水有功 至少還有他佔了那塊地 他佔了那個地方 好不容易找到的 好不容易找到 我不曉得怎麼會有政治人物 不知羞恥到這個地步 那個Ben給你的預算 他們的預算計畫怎麼拿 兩頁 我台北市要多少錢 我高雄市要多少錢 三頁 那要不要西部計畫 沒有 你錢給我要 我再找人去估 我們當時想一想 都是同胞 為什麼要那麼計較 如果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你說淹水計畫 你敢給我兩頁 馬上把他趕出立法院 可是什麼台南 高雄 嘉義 我們想一想說 他那邊可能需要發展 不要跟他太計較 大鼻揮 國民黨委員哪一個人就反對 說在不找邊際的小地方 隨便挑點小毛邊 還過 而且那邊國民黨委員剩很少 對 你要多少給多少 連折扣都不敢打 花了這麼多錢 我真的懷疑說 他們錢到底花到哪裡去 這是很令人懷疑的 工程費 那些招標 就搞個老半天抽水機 這個也不能用 那個地下道的什麼東西 通通不管用 然後淹了老半天 然後整個老百姓騎摩托在水中 就像國外旅遊勝地裡面 那個水上摩托車一樣 我們看你心裡很難過 不想你們這些賴清德 還有心裡想別的 你這個陳菊還有心裡想別的 蔡英文晚上還想著 我要台獨宣言 連一句安慰黨慶 民進黨一句安慰在一名 安慰在水中水深火落的同胞 一句話都不敢講 你還是人嗎 事實上 這些1100多億的預算 是在國民黨佔有立法院 多數的時候通過的 然後民進黨跟綠營 我們剛剛點過的 這些媒體人口口聲聲說 只有北部 只有台北 拿到中央比較多的預算 南部的人不是人 是事實嗎 我們看預算 第一名拿到最多是台南市 第二名叫做高雄市 結果他們臉什麼銷尾 結果拿到那麼多錢 照樣給你淹水 董哥 對 是 我就很合理的懷疑 去養妝腳了嗎 他們那時候多二職 他們還派老百姓 來包圍立法院 說不給就是國民黨要負責 然後八連八百億 不只給八百億一直追加 剛剛像蔡英文所講 對 就一路追加 追加以後你可以看到了 現在台灣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所有淹水的情況 可是因為他們有媒體 他們有太多彭文證 在照他們了 隨便你舉一個高雄的例子 小學生 因為你上半天假 手指被夾斷了 今天如果是馬政府 在當官的話 這個新聞會做多大 小學生因為成績 說上半天班 手指頭被夾斷 老師 另外一個老師也被夾斷 這種新聞是多麼有煽情 對不對 老師的手沒辦法恢復 說是粉碎性骨折 可是媒體沒有人在 沒有人會把它做大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他們多麼有恃五孔 有這麼笨的百姓 有這麼神功護體的媒體 民進黨在乎我怎麼執政 我只要安虎那些講話 最毒辣最大聲的 森栗台獨 譬如說古寬明 你們這些人每天叫囂 那我用一些東西來餵養你 怎麼餵養你 1500字 你看我準備要搞獨立建國了 爽不爽會爽 阿扁那時候他能夠被抓到 大家喊打 阿扁趕快丟出 這是建國基金 大家馬上鼓掌 我跟你講 這個1161我當時記得很清楚 你知道他們運用棘手策略 除了在立法院編預算之外 利用透過綠色中的媒體 這個就是跟我同性那個 因為國民黨夭壽 連這種錢要抖 抖你的夭壽 後來國民黨就不敢擋 從後來追加 我跟你講 整個執政的崩盤 跟阿扁的模式一模一樣 只是速度加快很多 當初阿扁是 企圖要變成中華民國總統 後來沒有辦法 兩年之內搞陸聯公投 搞一變異國 這個蔡總統是半年都撐不到 就開始向勝率靠攏 他要保住他自己的政權 不 他不是要保住他的政權 他要保住他自己 提名權 各位 保住他自己的秦民權 只好向台獨靠攏 所以開始寫這種聲明 他現在不是要保住中華民國 他要保住他自己的政權 不 他不是要保住他的政權 他要保住他自己 提名權 各位 保住他自己的秦民權 而且只好向台獨靠攏 所以開始寫這種聲明 這一次台南23個區淹水 200多個路段 全部都淹水 這個狀態之下 他這樣還有臉說 這個叫治水有功 表示什麼 表示說 你們台南人都不知道感恩 如果不是我們已經花了 169億的話 你們全家都要淹掉了好嗎 如果不是以前國民黨過去 做這些事情 你們現在淹一層算什麼 原本應該淹到十層樓 所以這當然是治水有功 哪一個治 就是把水停留在這邊 停治的治 叫治水有功 真的有功 所以很多人想說 為什麼打開來 全部都是這個淹大水 蔡英文還說這叫治水有功 很簡單 因為你看到這個什麼淹大水 全部都是假的 眼睛頁障重 你這個身體都被水沖得很爛 那不舒服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要想 你不舒服不要緊 大水最開心最關最重要 這樣才能夠震得空氣消滅 不是治水 你還記得張俊雄當的時候 六八動動台灣啟動 八油動動 八油動動台灣啟動 我跟你講 結果是通通不許動 國家永遠不能動好不好 劉平 我覺得今天真的 台灣民眾要覺醒 這個覺醒就是說 蔡英文跟民進黨台獨的